现在我们已经秤过这四个东西了 我们知道Marsal Ura,Marsal Luch,Marsal Hold,Marsal Weight M就是我们要找的答案,M就是这东西的Mars 接着我们要决定一些数据 首先是把尺寸,我们会有一把尺寸,这里会吊住 然后这里会吊住一个勾 勾上面,因为不够重,我们要穿一样干数量的螺丝 要穿多少个螺丝就要自己计算决定 这里就是这个尺寸,即是这个尺寸 记住,尺寸的时候要连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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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着我们要秤东西,只不然把尺寸 把尺寸掛在尺寸上,就会秤到尺寸 但未做这个步骤之前,我们要不放尺寸 然后平衡把尺寸 这个步骤我们叫做Set Zero 在笔记里面已经提及了 假设我们现在没有东西,已经是平衡了 这个状态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如果我再加一块东西,这个就是AnonMaskM 当然这边就会掉下来 因为AnonMaskM提供一个Anti-Coat-Ice Moment 你要让它重新平衡,你就需要把尺寸拿来这里 因为你拿到这里,秤诺的Anti-Coat-Ice Moment 就会大了,如果数刚刚好,就会平衡 即是说,这个就会给一个Coat-Ice Moment Coat-Ice Moment多了多少呢? 是计算这个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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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是要Z Zero用的 所以,額外的Anti-Coat-Ice Moment 就只是计算这个距离而已 这个距离在笔记里面 我们就会叫做Y 这个距离是要量度的,所以不是我们现在要计算的 我们现在要计算的东西 是这个距离是X 这个距离是怎么计算的呢? 是多少呢? 其实你喜欢多少就多少 你喜欢这个绳子的绳子 这些绳子是绳子的 所以,所谓工程的问题 你是需要决定一些东西的 然后才可以开始做的 跟我们传统的实验不同 这个project 你是需要自己去做一个设计 去决定X是多少的 X不是乱来的 是需要计算的 工程的问题 往往是有些东西 你是要计算的 是要自己决定的 例如X是多少 所以我们接着就会计算 X是怎么计算的 这个题目 其实我们已经计算了 我们要称这些东西是有一个范围的 它的范围是300克至500克 一般来说工程都会有一个要求 一层扭起几个层 这些全部都是有要求的 这些全部都是有要求的 我们这里也不例外 也有一个要求 我们要称这个范围 好了,如果要称这个范围 我们简单一个数学 所以要称这个范围 它areyou reduce your coe 也可以说 是要称的重量 這個數量就會是300g至500g之間 而M1這個數字你秤了 當然這個東西大概是100g重 連繩子會有少許出入 還有這些法碼因為用得很久都會輕一點 簡單一點我當這個是100g 這個數字不是這個模式 這個數字不是mg的g弱了 這個g這個不是g Y是無法計算的,因為這個有範圍 但是大家留意在輪圓中也提及過 Y是越大越好 為什麼呢?因為Y是大一點 量度的percentage error會比較小 你現在量度一尺 如果你是量度1m和1cm 1m一定比1cm的準 因為1m有1000格,1cm只有10格 所以Y在我們設計的觀點來說 應該是越大越好的 如果這個數字是這樣的 Y受到什麼限制呢? 會受到500g的限制 因為如果500g計算出來的Y會比較小 就是說你不能大過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不用你300g 我們只需要你500g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 Y應該是大概是5.x Y大概是5.x 你要考慮一下 把鞠車是怎麼劃分的 我的秤胎不會飛去速速電的 它秤胎在一把尺上面 它對紋在這個位置 繩在這裡 Y不是在繩這裡計算的 Y是在0的位置計算的 就是說這裡是要5.x 綁的歐是不能綁在這裡的 這裡打不了連的 一定要綁入一點的 所以 我們一般來說 歐是綁在這裡 這裡是一個位置 這裡有兩個位置 這兩個位置我現在是不知道的 但是這兩個位置不會太大 你設計得好 綁多少呢? 1cm很夠 甚至有同學手藝好一點的 0.5cm都綁到的 可以再好一點 這個位置是多少呢? 如果設計得好 這個位置不應該超過5cm 即是說 x加5x 是大概 是等於 50cm 減1cm 減4cm 就當45cm 好了 x是多少呢? 45除6 那就是7.5cm 那就是7.5cm 即是說呢 我們用的x 大概要等於7.5cm 那你說我用7cm 行不行啊? 行 沒問題的 7cm也OK 不過呢 y呢 就 沒那麼大了 差一點點了 但也不是問題的 我用8cm行不行啊? 8cm也可以的 不過有可能呢 我給我那塊 你剛剛500g 你就飛了出去 那你就重新做過了 那看看你有沒有幸運 你不想薄的 那你當然不要那麼問啊 那就不要用到8cm那麼大了 OK 好了 那麼我們 接下來我們 假設我們用7.5cm 當然這條數是一個例子 因為最終 m1要量的 你未必是我 我假設過100g 但不要緊 我們先用這個 做一個起點 好了 我們進去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我們現在看回這個圖 我們上一步已經定了 這個是7.5cm 然後 好了 為甚麼沒有了一個秤妥的 沒有的 我特意不說秤妥在這裡 如果不說秤妥在這裡 那這個會是怎樣 你吊起這塊東西 你吊起這塊東西 其實它不是自動平衡的 為甚麼呢 把尺有重量的 所以我就叫你量了把尺的重量 mr 這個是把尺的重量 如果這個勾太輕 那把尺就會反了 為甚麼呢 你加一個秤妥在這裡 你只能夠讓它這樣鎖 如果把尺本身已經是這樣鎖了下來 你未勾東西之前是平衡不了的 所以 你未加一個秤妥的時候 你需要這個moment 是要大過這個moment 是否就是說我可以知道這塊東西有多重呢 如果我知道這塊東西有多重呢 我就要調教一下 究竟我要下多少口螺絲了 如果下螺絲太多的呢 這邊太重呢 那我們的秤妥就會要過一點才能平衡 那麼我們可以用的範圍呢 就變小了 剛才我們假設是4cm的 如果我們下萬金鎖螺絲 平衡為甚麼要做這裏呢 那這裏不是4cm 這裏是幾十cm 你可以量度的範圍就很少了 所以我們下螺絲的數量呢 是要剛剛好的 是 剛剛多過要求一點點就最好的了 好 那我們試一下去做一個計算 把尺 你自己秤啦 假設我的把尺是50 好了 那螺絲有多重呢 你自己秤的 我假設一口螺絲 是5g 那你自己秤的 歐有多重呢 也是要自己秤的 那我假設是10g 我已經全部都不單 那你要自己秤 我只不過做個例子給你看 好 這裡是7.5cm 我們當我打1cm 那就是8.5cm 那這裡是多少呢 這裏是半米的 rule 這裏是25cm 那25-8.5 那就是16.5cm 那36.5cm 就是有多重量的 那你便找到N多少呢? 那你便大概知道你要下多少口浪絲 那好吧,如果我不算數,便撞吧 一口不行,兩口,兩口不行,三口 那你這樣撞吧? 你五點之前做不完,那就零分了 那是否要算一算數呢? 因為算數可以在家裡算,算定師來做 你要撞的,你就要到場撞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的,你要算一算數 那當然,你說阿Sir我不算,我撞 那這是你的選擇,你要沒有這個做不完的風險